大家好 咱们今天还讲美加边境 咱们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美加边境从3月21日关闭 到现在已经超过10个月了 所以你看看这个疫情有多厉害 美加边境200年没干过 现在第一次关就关了10个月了 那这关闭的边境是个什么状态呢? 正好咱们今天有个示例 就给大家看一看美加边境现在什么状态 几天以前蒙特利尔有一个女士 她要到纽约去 因为她女儿在纽约最近刚生了孩子 她就去看看她孙子呀 顺便也帮帮忙 因为现在美加边境关闭了 但是如果你有必要条件 必要原因 那还是可以通过的 那就看边境警察 她掌握在边境警察手里 这个女士一想 我这理由应该很充分啊 看我女儿就是直系亲属 她就准早上就准备出发了 从蒙特利尔到纽约呀 朝九晚五就到了 早上九点出发 晚上五点就能到 因为一共就五百多公里 一个小时从蒙特利尔就能开到美加边境 她就到了边境了 出境呢 没什么问题 出境你随便出 那都是对方入境看党不党你 过去了之后 到了再往前开始 你就到了美国边境了 边境警察就把他打了 问干什么 他把理由一说 哎 美国边境警察呢 说你这是非必要出行 那你跟美国警察没理没道理好讲 你在讲多了弄好他把枪都能掏出来 这个女士没办法 掉头就向回转了 掉回来开十米就又回到加拿大边境了 嘛 那他是加拿大人 那自然入境没有问题 啊 就跟加拿大警察说 入境可以来住哪先登记 你得准备隔离十四天 说你看我还没有进美国 那么怎么就一分钟之前 你们看着我过去的吗 说那你到了美国了 说我没到 我就是等于到了美国的门口 敲了一下门 人家没让我进 人家说你手都敲了美国的门了 你都跟美国警察说人话了 美国警察能站在美国外边跟你说话吗 说这是规定 登记 这这女的你算倒霉吧 女人没看着就弄了个跳 回来隔离十四天 这加拿大这隔离十四天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你的地址 要警察要登记了之后 通知卫生部通知这个警方 这十四天之内肯定有警察上门来查 如果不但查你 大家要问邻居呢 十四天内看着没看着你出去过 如果你出去 罚款 罚款一千块是最小的数字 如果你出去了 他们认为你造成严重后果了 罚款还更高呢 上次我们不是说了罚了美国人了 还给他开了告票了 最后可以把你告上法庭 最高判监禁六个月 随这个女的倒霉吧 给大家讲这个例子 就是看现在加拿大就这么严防死守 所以才把这个病毒挡在国门之外 美国那边已经是900万了 加拿大最近尽管也严重了 但是仍然现在只是20万的感染人数